六、七十年代 劉浮山的蠔葉非常發達 可惜後來後海灣水質下降 養蠔葉逐漸逝味 除了天然生曬蠔市 金蠔最近有蠔民致力求變 成功通過衛生檢測 還做到即開即食 大家終於可以放心品嘗 香港蠔的新鮮味道 好… 蠔在冬天最完美 如果來到劉浮山 當然要吃盡它 不僅要吃盡它 我還要吃很多蠔豉, 金蠔 秦豐, 你喜歡吃蠔嗎? 當然喜歡, 尤其是生蠔 劉浮山喜歡本地產的生蠔 還可以即開即食 我們今天看到 一於想幾蠔有幾蠔 蠔有無色 蠔鎮 蠔鎮 後海灣的養蠔葉 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享負盛名 由於劉浮山位於後海灣伴 臨近珠江口 形成鹹淡水交界 因而特別適合養蠔 你好, 阿譚, 這邊… 你好, 阿楓 你好… 好風後尾 這位朋友也叫阿楓 他爺爺、爸爸, 都是蠔民 今天我們跟阿楓出海去蠔排 好, 麻煩 好, 我們出海吧 好, 走吧 走吧 走吧, 走吧 阿楓是少數願意繼承草葉的蠔民 他致力推動香港養蠔葉持續發展 希望吸引更多人食用本地蠔 阿楓, 從這裡去到蠔排 大概要多久? 很近而已 十多分鐘船程就到了 好, 劉浮山這裡這麼大 有多少個蠔排? 現在劉浮山, 如果大約有八千多個 很多 蠔通常吃什麼? 其實蠔在海裡 就是吃海裡的海藻或微生物 所以如果海裡的海藻含量多 那這裡多不多? 近幾年都比較好 但是如果蠔排少一點 食物應該會比較多 現在三、四年左右 才有一次叫我們好的修成 結果現在是第三、四年 待會我們就知道了 太好了, 我們現在站在蠔排上面 已經有很多蠔了 對, 手指畫來看看 好, 就拿這個 這個有多少吋蠔? 其實是 這裡有五百多吋 很重 阿譚, 拿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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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這裡 最勇敢的蠔, 法輪 不知道怎麼分, 哪裡會打哪 這裡有多少隻蠔? 其實不是很多 這裡有十幾隻 十幾隻 有些很小的 對 有些大, 有些小 是 這些其實是在蠔前 釀得這麼大, 放在這裡再用肥 有些比較肥嗎? 對, 這些很大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很厲害 剛才看到的 好, 我們就放在這裡 好, 記得給你看 好 很心急, 想看 這是開蠔的… 這是開蠔高手 有特別的技巧 開蠔高手 對, 這些是我們傳統的開蠔蠔刀 對 先看看 好肥膩, 很大隻 對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為什麼有些蠔會養在籠裡 但有些會養在蠔柱裡 有什麼分別? 因為蠔的生長在嬰兒的時候 他們最喜歡附在礁石上 到大小, 我們會分開它 因為蠔在籠裡很大 方便隨時開蠔應試 所以這些可以賣 對… 這是什麼品種? 這個真的很特別 是我們香港蠔 其實是用我們香港來明明的 蠔要養多久, 養得多大隻 才能吃呢? 看看有什麼用途 如果一般我們要做新鮮的蠔肉 或做桶蠔, 或是曬金蠔 大概是三年至四年時間 很累 當然, 如果是生吃的 是… 小一點, 大約年齡都可以 你說可以生吃 我也有點興趣 不過不是這樣吃 當然不是 生吃就這樣吃 我要生吃 就要去我的淨化工廠那裡 就去吧 為了增加競爭力 阿楓不惜貸款 引進新設備和技術 你們是第一隊來拍攝 沒錯, 你們真的是第一隊 因為前期我很多準備工夫要做 其實都是實驗的階段 現在開始務求做到 香港第一間 可以符合歐洲、外國 生吃標準的淨化生蠔 但我很心急想知道 其實生蠔有耗牌 拿到這個時候是怎樣處理的 其實一般程序 首先將生蠔離開工廠後 先清洗好 清洗好之後 放進淨化池裡 淨化池會抽取地下頂水 到150米深 是最乾淨的水源 放進淨化池裡 那先看看蠔 好, 你們看看 小心點 我洗乾淨的手 可不可以讓蠔看看嗎 洗乾淨, 消毒就可以了 可以了 原來水很冷 這兩種版本不同品種 對, 這是太平洋蠔 這是香港自己的品種 對, 香港蠔 我知道香港蠔可以大成這樣 這是不是香港蠔 對, 最大最大可以再大一點 如果是太平洋蠔 也可以大 不過沒有香港蠔這麼厲害 通常蠔要放淨化池多久 才可以推出市場 其實如果我們的系統 一般來說48小時就可以了 不過我們24小時左右 就會開始做化驗 這套現代化的淨化蠔系統 是由漁護署提供技術支援 而本地大學也在牆內設立實驗室 檢驗淨化過的生蠔 確保生蠔含菌量 達到安全食用標準 這些蠔已經淨化了 但推出市場前 也要靠你把關 究竟你要驗這些蠔 究竟確保它沒有什麼菌呢 我們都會驗生蠔 最容易令人討厭的那四種菌 例如是大腸鋼菌 呼茸血性胡菌 三蠔齒菌 還有薄亂胡菌 未淨化和淨化之後分別很大嗎 對, 很大 我們可以看看這些培養名 對, 左手邊這三種 都是未淨化之前的大腸鋼菌合量 很好 對, 紫色點點就是大腸鋼菌 越多紫色點點 對, 淨化場會根據國際標準 每天在每一個淨化時的不同位置 隨機抽檢生蠔 另外, 又會定期將樣本送到政府 認可化驗所進行隔型肝炎 對, 淨化場會根據國際標準 每天在每一個淨化時的不同位置 隨機抽檢生蠔 另外, 又會定期將樣本送到政府 認可化驗所進行隔型肝炎 下肉黑病毒等等的測試 吃香荒生蠔 很期待, 來吧 我真的很喜歡吃生蠔 其實聞起來已經很清新的感覺 對 先嘗嘗 我覺得很鮮甜 而且咬起來很爽, 不用加檸檬 或加醬, 我也不想 今天吃這個蠔 是我從未有過的感覺 因為它很脆, 又夠大 所以脆的部位更多 對 為什麼蠔味這麼豐富 我現在覺得蠔味還在口腔盤旋 因為新鮮 為什麼它選了一隻漂亮的生蠔 其實我們蠔可以這樣看 最重要是有光澤 有沒有光澤 是 第二件事就是我們打開它的時候 你會看到它有水分 是 另外, 你可以聞聞它 是, 很新鮮的味道 很新鮮 有些怪怪的異味 為什麼會在香港有這種即開即食 其實我們香港養蠔很久了 對 但去到90年代 開始慢慢色味 所以我有這個意識 知道我們要令香港的蠔更加乾淨 光淨 歡迎, 我一定要乾淨 先做好自己的品質 所以我用這個淨化場 令蠔達到外國一樣乾淨的標準 然後可以馬上開, 馬上吃 蠔真的很好吃 我吃半粒鹽蛋的, 還有沒有? 不夠了 對 還不夠? 對 吃完後跟我進去做點事 可以出去給你們吃 吃了我這麼多蠔, 當然要做事 可以 好…先吃完, 慢慢來… 除了即開即食, 這個淨化工場 亦有生產桶蠔 蠔肉經過殺菌消毒, 衛生又安全 而且突破本地傳統長筒型膠袋包裝 改用外國桶蠔先用的杯裝設計 至於金蠔, 就採用真空包裝處理 同樣透過檢測和化驗 才可以推出市場 有這個淨化池之後 你有沒有覺得哪一刻 你所做的事真的淨化? 增費了那麼久之後 我們自己的蠔在淨化 第一份的發現報告 而出來的結果是合格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特別感動 也覺得之前做的努力 全都是沒有白費的 最印象深刻是那個時間 我想我一輩子都會記得 是那一份成績表出來的 每天潮退就可以看到淺灘種的蠔田 好像插秧一樣樹立了一支支蠔苗 依附生長的水泥廚 大家看起來 小心一點 走兩步已經絕實了 已經穿了… 到我了 你怎麼上來呢 到我了 是不是?你絕實了嗎? 我也是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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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這件衣人帶鞋子回來 終於有人走過你了 對, 這裡… 這個禮坑簡直是舉步為姦 怎麼才走到那裡 這麼遠 這麼遠 這樣走當然不行 要怎麼樣? 怎麼樣 讓我爸爸 拿這個我們傳統的工具造版 封包 封包 看看怎麼做吧 好 你真的很厲害 謝謝… 來到這裡一定要嘗試, 年青人 我看你的樣子嘗試得很嘉關 這樣也看得出來 我讓你 你先… 還沒拿牌子, 行嗎? 快點 加油… 我上不了 上… 上一塊板 有什麼技巧? 有什麼技巧? 是 還可以 向後壓 向後壓 是… 要踩動一塊板 就算盡力也很艱難 原來養豪不只要投資幾年的時間 還要用這麼多體力和汗水換回來 這次的經歷 真的令我有好心的體會 剛好有好幾次 其實我也差點跌 很累 真的很辛苦 差不多到了… 到了 終於到了 我現在看到很多一枝枝的東西在這裡 其實是用來做什麼的? 這是採苗區 採苗區 我們以前就是用來採苗去魚翁幾年 去山上就算是 水的深度這裡最適宜 採我們最漂亮的白蠔 現在做科研這個實驗就看看 到時候我們這些蠔山蒙的時候 有多少海上的山脈 對樓浮山環保和海水的作動體 有多大 我現在看到上面一粒粒的那些是蠔 那些其實已經是蠔 其實已經有三個月左右了 因為我在後面 後面這裡真是我們傳統 採苗山蠔苗的採苗區 現在比較少我們蠔民會這樣做 因為你採了出來也知道挺辛苦 其實這裡的操作 就慢慢慢慢開始昔味了 但是傳統的方式我們也會繼續做 為什麼會堅持這種傳統方式? 因為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們香港的蠔 其實是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 我覺得有傳統的方面 我們也可以保存到 起碼可以令到香港的市民都知道 原來我們歷史裡面 養蠔會這樣操作 還有一份文化的意義在這裡 有很多人都會去吃海鮮 買海味的 不過樓浮山最興旺的年代 是六、七十年代 封爸爸, 你經歷了樓浮山最光輝的時代 那時候的情況是怎樣的? 那個時候樓浮山 樓浮山到夏伯禮的年代 差不多有成千湖的人 是從事一個養蠔 這麼多? 當時的蠔生著比較好 水比較乾淨 每一年只肉, 都是成千燈的肉 所以很多人來樓浮山 為什麼呢? 在樓浮山最主要的就是吃蠔 所以樓浮山蠔 無論是蠔豉、蠔油 都是當時馳名中美的 樓浮山蠔由香港馳名美食 去到逐漸被人遺忘 主要因為從八十年代開始 工業發展令海水污染 蠔石也受到影響 雖然後來水質得以改善 不過想重現樓浮山昔日的光輝 就要靠新一代的努力 牙齒了這麼多年, 年紀大了 我們希望有這麼多年輕人 集這項特別是樓浮山的蠔 都是由我們香港的蠔命名 如果我們最沒有人 只會把這個蠔的蠔要小心 穿過樓浮山靜大街, 虛到盡頭 在碼頭一帶可以看到 天然生光的樓浮山金蠔和蠔市 同時都可以聞到一陣陣傳來的蠔香 有些蠔養多久才能做金蠔嗎 通常過冬過年的人喜歡大隻的 大約養四至五年左右 四至五年? 對, 平時有些人喜歡小隻也有 像這些, 怎麼看牠幾歲? 對, 三、四年, 怎麼看? 對, 看背部 背部? 這隻是三年, 你看這裡是一個位 一年, 兩年 有一個圈 三年 有些在意體, 例如這些 是否再清楚一點? 這些是清楚很多的 對, 我嘗試判斷一下 這個應該是… 一, 二, 三, 四, 四年 這個比較差一點 這隻其實養了五年 五年? 你數在前面 前面的木桶 這裡也是 對, 這是很難看 第一年比較小 其實這些每年代表牠的生長速度 因為牠能生長的肉 可以跟著搭氣 住間可以繼續大一點 每一個凸出來的紋的位置 那個位置其實代表牠那年生長的速度 對, 這樣看得到那個紋 蠔紋會按照蠔的大小 去劃分金蠔和蠔屎的級數 越大隻, 當然級數越高 琛哥, 其實這些蠔曬了多久? 很快, 我們這邊曬 因為海風和太陽又夠 通常曬金蠔曬兩天左右 這些就是曬了兩天五年的金蠔 還沒曬之前, 剛開的是多大隻? 開的時候差不多接近一隻手掌 這麼大? 對 我看到這裡又有金蠔, 又有蠔屎 其實那個曬塊有什麼不同? 曬塊的蠔屎曬乾身一點 就曬多兩天 大概四天吧? 對, 大約 通常減少一些小小的曬蠔屎 因為人們用來煲湯, 用來燜炒 什麼都有 金蠔是不是近幾年才有? 不是, 金蠔差不多七、八、十年前都有 我爺爺的年代都有吃 不過他們喜歡自己在家裡煮來吃 因為那時候沒有冰箱 不能留得久, 不能推出市場 不過近幾年, 因為我們試過金蠔很好吃 這十幾二十年都不停介紹客人吃金蠔 對, 香港越來越多人喜歡吃這道菜 好騙了, 由家裡變成全部人都可以吃 對, 加上就可以冰住 你也很喜歡吃金蠔嗎? 喜歡就是吃金蠔 只是吃金蠔? 只是吃金蠔 香港人喜歡吃蠔 因為它有一種獨特的鮮味 而且煮法移中移西 無論是金蠔還是新鮮蠔肉 有幾道經典粵菜 真是令人回味無窮 對, 吃金蠔, 吃金蠔, 吃金蠔 薑蔥蠔, 吃金蠔, 吃金蠔 我真的等得吃, 吃金蠔 我吃這個 我也想吃 因為它夠大隻 咬下去還很生, 不像… 不是說煮得很熟 還是一拋得很嫩 我吃金蠔, 吃金蠔, 吃金蠔 咬下去, 金蠔的皮是黏牙的 因為它很甜 這就是金蠔應有好處的有齊 而且我覺得金蠔的味道比較濃 我喜歡吃金蠔, 只要吃蠔絲 咬下去, 我覺得很爽口 金蠔, 為什麼你剛才這麼說 最重要是因為它是半乾 它不是很像, 全部都乾了 它們煮的方法可能要一般的時間 如果有長的蠔, 才能吃到它的蠔味 不然就咬不下去 說回來, 今天如果大家看到我們 就跟著阿芳 阿芳 去到泥灘, 看到這些蠔廟 然後放在蠔排上, 放在海裡養 起碼要兩年, 然後再去淨化 才來到我們根池 對, 其實真的很辛苦 我們養這麼久 但是外國的蠔, 一般來說 它們小小, 但也可以賣得很好的價錢 而本地香港的蠔 反而沒什麼人願意去買 可能以往說的不乾淨 是 但現在我努力在做這件事 是 所以很希望現在可以香港的人 吃得更多支持香港自己的生蠔 你有信心, 其實香港人很會吃東西 他們一定會吃的 你做得好, 我們一定會吃 一定支持 沒錯 那我一定會努力的 是, 乾杯 來 努力… 然後每天都會吃東西 還有, 放在這裡 我們要做一些更多的食物 我們要做一些更多的食物 就是要做一些更多的食物 我們要做一些更多的食物 我們要做一些更多的食物 我們的勞動力, 我們的環境 我們有很多政策上的事都未配合 越來越識微, 兩號的人越來越少 我們明知道這個環境只會越來越差 看到萎縮的時候, 不知道會很擔心 擔心的, 只會越來越差, 可以怎樣做 給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一定會改變 所以我就有多大膽去踏出第一步 後面是怎樣不知道的 最重要是這麼久, 這麼有歷史的一個行業 是否到了我這一代手裡就結束呢 我很希望… 更加要做好 對, 在我爸爸手裡接過這個事業 對著我們這麼多不同的豪文兄弟 我能否出一分力, 令這個行業再延續下去呢 我不敢說以後, 起碼到我兒子、我孫子 他們都有機會, 這個行業還存在 它也可以發展的, 就是我心目上最大的理想 如果我不種, 可能這隻種就會失敗 是, 很多難處, 我們也發覺能夠克服 看到牠生長得很漂亮, 你就會很享受 想比心一點, 還要更加英 我想堅持古法的步伐 要吃最原始的味道 因為牠真的好吃 我們的堅持有回報 很代表香港, 是香港的名民 很希望可以香港的人 我們支持香港出品 香港的味道 在甘濕的香港原味道 我們和大家去過蠔場、雞場 養魚場、農場和果園 我們發現香港有很多有心人 努力地工作 令我們品嘗到最新鮮的香港原味 我們還去過很多的食品工場 親身去見證調味料、食油 甚至乎是雪糕、薯片 通通都是香港製造 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很驚喜 而我為了追夢, 由老師變成演員 剛巧在這個節目裡 我們也認識到 由飛機工程變成菜販 由老師變成農夫 所以我覺得只要我們忠於自己 專心一致, 行行也可以有好的成績 好, 不如我們一起努力 支持屬於我們香港人的 香港原味道